我是紅海的線 我在紅海就是橫著走 你們這些船 通通不准過 欸 不是你說了算啦 欸 最近航運的報價 A轉了 有沒有這些船可以過囉 給過囉 航運股該爆還是該跑呢 欸 美在ETA股最近大跌欸 欸 今晚這數據是關鍵喔 還會再大跌呢 CS閃下週二開幕 概念股先噴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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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大家好 我是螃蟹Coco 我是哲哲郭總 欸 來 美在ETF將大跌 今天晚上這個數據是關鍵 CS閃下週二開幕 下週二啦 你餓了 你餓了 先噴了 我肚子餓了 欸 航運報價A轉吧 A轉 這來講的航運股該爆還是該跑 好呢 等一下問一下伊晨老師跟明神老師 好不好 今天你是誰 我是螃蟹 為什麼螃蟹 先跟著我一起動要不要 先動 不錯喔 好 為什麼我是螃蟹呢 因為我是紅海的螃蟹 橫著走這些航運股別想過啦 別想過啦 是不是 不要這樣講 牠都把你除掉 我跟你講 來 那今天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吃什麼 我先來看這個 我好像有兩個東西好好棒喔 今天吃海鮮粥 這個海鮮粥這個顏色我吃不下去 可是它就是白色的啊 這感覺粥根本沒有水分啊 你看一下 自然你幫我微波還是怎樣 放太久了 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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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很開心 你喜歡吃粥對不對 對啊 你看我看 因為我是周婉珍 反過來念 真婉珠 不是啊 那你應該 茶婉珍給他就好了啊 茶婉珍啊 我是名字完全都有中耶 你是茶婉珍嗎 中二 中三 中三好 什麼 這碗粥喔 喔 粥碗粥 蒸一碗粥 粥碗蒸 然後蒸碗粥 對 我經解比較不順的 蒸一碗粥太麻煩 蒸一碗粥就好了啊 喔 好啦 不錯吃喔 這家是粥魂 不好吃耶 欸 可是在一開始都那麼乾嗎 那都那麼乾這不行 還是有點扣分 對啊 沒有多快 沒有多快啊 其實這種烤的這種粥燒 因為它骨頭用太久了 嗯 你也會煮粥喔 嗯 那我們來我們來訪問一下 如果是骨是周杰倫 欸這個 周杰倫好像不太過帥算了 不要講他啊 幹嘛 幹嘛 為什麼是周杰倫啊 因為就粥啊 你為了粥而粥喔 對 為了粥而粥 你怎麼笑 好 除了桌以外 還有甜點喔 還有甜點 那今天為什麼 車輪餅 為什麼 CES展 感覺車電鼓有戲喔 有戲喔 這叫什麼 黑色沙漠 黑色沙漠 你看啊周杰倫有黑色幽默啊 對耶 我剛也是黑色幽默啊 好幽默喔 這是奶油的 這個就還好 可是因為我喜歡吃奶油 沒關係 這是不二光 因為我之前講過 我是奶油小生 媽 媽 媽 欸 陳昱老師用我 偷你的梗喔 是喔 我覺得有的人就是這樣 喜歡偷人家的梗 我沒有明明知道你用的梗 明明就是我自己先用的 好 請教三位真的奶油小生啦 我不是啦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啦 喂 請教兩位真正奶油小生 兩位 兩位而已 好 好不好 我去你啦 我去我 對 就兩位奶油小生 第一位 第一位好不好 第一位 大聲的講出來 他是誰 詹怡森分析師 你好 你的最愛 大家好 欸 我覺得這個粥不錯 這個海鮮味十足 這個粥碗真不錯 嗯 這粥不錯 好不好 有新鮮 新鮮可口 嗯 可是你這幾集沒有來的時候 他在節目上都會跟那個 基鼎老師打情罵俏你知道嗎 喔 基鼎我 對 OK啦 你也OK喔 他在節目上直接表白耶 他接受他耶 老師 可以啊 可以跟基鼎一起去約跑步啊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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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約我去唱標高音 沒有啊 他約他去唱標高音而已啦好不好 野外跑 野外跑 你們就喜歡野跑是不是 藝士老師的LINE來看一下 小老鼠M168168 非常優秀的 哇 那個績效啊 還有那個學經歷啊 都不錯 都不錯 難怪那個你那麼喜歡他 是啊 是喔 記得加LINE好不好 記得加LINE 啊加LINE怎麼加LINE 除了剛才那個打疑外 ID外 那個節目的標題對不對 點下去 比如說這邊有節目標題 手機拿直的時候點下去 標題就下面就有一個連結 跟著點的 明哲老師 陳妍老師也可以加 好不好 真的有耶 我沒一集都會進去試喔 看有沒有把我漏掉 當然不會啊 真的沒漏掉欸 嘿 拜託咧 好不好 真的不會漏掉 我們要請教下一位 謝明哲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你也是小生吧 哲哲是 那個周杰倫嘛 對不對 我是周惠銘 因為我吃了這碗粥會過敏 對 所以我今天 特別恐龍讓你啊 哎呀 對 不要說我們不尊重前輩啊 老師你做很周惠銘就不錯欸 不要啊 這很不錯欸 他滿喜歡你的幽默欸 其實他們 我跟你講要不是你略重 我略重 好好講話 我要強調 剛好遇到這個事 我剛好順帶澄清一下 其實我不是胖 你知道過敏 吃了那個蝦蟹 過敏的人會發生什麼症狀 你知道嗎 腫起來嗎 會腫起來 對 所以我腫二十幾年沒有消啊 過敏很嚴重 所以我不是胖 我是腫 我是因為過敏而腫 對 多試一下肋骨醇 好不好 好 美國先丹嘛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只有甜點欸 對啊 是不是應該要補償我一個車輪餅 是不是多留一個給我吃 沒有 這樣我不夠啊 好 我得給你 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夠講這個啦 黑色沙漠 好好吃 我記得我點的是什麼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是 對啊 那有這個東西啊 蛤 它有什麼格 什麼什麼 格雷什麼的 什麼對 格雷什麼東西啊 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 但吃起來 沒有吃到那個醬欸 真的啊 好像都是米嗎 有啦 有吧 有嗎 你沒有奶油啊 就是你不是奶油小生啊 茶味 對我不是啊 也是你點茶嘛 我是 我是 我是那個鐵漢柔情啊 你看 我根本走不同路線啊 對不對 我又不是 欸 逸臣老師我發現他喜歡吃 他喜歡吃 你喜歡吃抹茶喔 我覺得很好吃啊 抹茶很好吃喔 我發現他喜歡吃抹茶的 而且今天是這個雙蟹出動啊 基本上我就不用講話了 謝謝指教 好不好 一謝千里 一謝千里 老師我本來要把奶油給你了 真的嗎 找下老師啊 我吃錯顆了 有人找下老師啊 我吃到奶油了 抱歉老師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名字是老師的line好不好 來 什麼 小老鼠 M O N EY 1899 你不小心等一下給他吃一顆 沒關係我今天也是謝家仁 好 都是一家人啊 都是一家人 好 都是 都是周家仁啦 好不好 一個周慧明 一個周過敏 一個周杰倫 一個周杰倫 好不好 好啦 第三位 是是是 來來來 哎呀 第三位就是哲哲啦 你好 歡迎 第三位 謝承諺古怪教授 你好 你怎麼把他拿 我特別給蔡老師不一樣的 這一碗 這一碗 是這一位 明哲老師的周 還好他不吃 被我發現今天的秘密 麻煩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一坨 人家酒後嘔吐出來的嘔吐物嗎 裡面什麼都沒有 沒有什麼 什麼料都沒有 不是啊 既然沒料 不是啊 今天是怎麼樣 你就是沒料 你想要接什麼梗 你就是沒有料 說沒料嗎 是你沒有料 我跟你講 除了顏值之外 怎麼會沒料 還是這個料已經融合 你沒有料 已經融合了嗎 你知道為什麼你有料 我有料你沒料嗎 為什麼 始於顏值啊 你剛剛都講了 所以你 這我不好接啦 不是你沒有料 而是你沒有料 你不信料 你信蟹嘛 不是我要跟你講 這個料要想辦法挖啦 喔 欸怎麼沒有蟹肉棒呢 蟹家一定有肉棒 所以不要再找了 不要再找了 蟹肉棒 贏你的 陳老師你再找下去 我要找我的蟹肉棒 為什麼找不到 我知道你同理性很有 那你想請你 那個女朋友們的痛苦唯一 不要再找了 找不到 贏你的狀況 你只能叫蟹肉條 剛才既然有東西外衣 所以我把它填一下 找不到 找不到 我把它填一下 我知道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找不到找不到 好不好 然後呢 剛才這個 謝嘉仁他剛才在講說 不好意思喔 其實我知道他在暗示說 叫我把這個給他 喔 不要這樣說 可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沒有暗示 我是民事 我真的不好意思 好好 不要不要 吃看看 吃看看一口 因為我得 確認一下 我是不是奶油小生 老師那你的給他 我這個給你 沒關係沒關係 吃吃吃 吃吃 你看 奶油 還不錯 這是奶油小生 對不對 問你很大生 你一點點不是奶油小生 好不好 好啦好啦 等一下吃吃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都食物不錯吃 陳昱老師小組 GP520 哇塞 也是頭固界唯一唷 分析師界唯一唷 考上了 要被取消了 忘記登錄了 要再考上一次的 老師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學經力也是很豐富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三位老師 都學經力很豐富 都很豐富 如果這一萬我們那個不是有收出220份嗎 是的 但目前為止大概只有150份了 來拿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要中獎的 所以你趕快我們這形式很精彩喔 譬如說我今天本來看CPI是下禮拜四 禮拜二還是禮拜四 就會看一下都知道日期 三月份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知道 什麼時候美國修飾啊 台股要修飾啊 你都知道好不好 所以這個生涯的人70份趕快拿喔 如果這幾天 這幾集還不拿的話 中獎名單在影片後面 這影片最後 那你要趕快知道我們怎麼去拿這些 這些 發財力索取 怎麼去索取發財力的方式趕快去索取 如果到時候過了時間 我們就要送別人喔 對 趕快 下週一最後時間 對對 來看一下單元 財經大頭條 登登登登登 哇每個一天不是大碟了嗎 要問他老師嗎 是的 你看還說要給老師秀一個東西耶 老師你看 這什麼 低調的 愛心是不是 這個以我的經驗 這個有點奇怪 這個形狀 有點奇怪 不是喔 那殘缺的愛 這可能是像 殘缺的愛 欸 欸蠻會講話的耶 那很像是像 欸這老師旁邊辦個舞就怎麼樣 不錯吧 欸欸 欸欸欸欸欸欸 算了算了算了 也不錯耶 我也做喔 好 是很享受喔 捷克很 很羅斯啊 不是 開錄之前他有把他說不要 最後還不是很享受 對啊 小肥要拿出來 欸 多一點 老師小肥 多一點 多一點 來來來 好下次下次 下次喔 再努力 再努力喔 好 我都流汗了 都流汗了喔 好 來來來 好 男人不甘 女人 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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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蠻順的喔 老師美債還有這個 基本上這個數據 還有航運報價 哇今天最重要的話題 你來幫我們討論一下 對 航運啊 美債啊 這個股民最單 應該說最這個關注的喔 好 那 對於這個臨準 臨準會來講 這個會議記要在本週已經公布了 我們來看一下 跟上一次的這個比較啊 基本上前面的這個經濟展望啊 通膜看法 基本上差不多啦 基本上差不多 沒有什麼這個太特別的 主要在利率政策 他終於啊 在這個嘛 利率的這個 呃 會議記要上面啊 鬆口 提到了 欸對 提到了 降息這兩個關鍵字啊 所以基本上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啊 基本上是會來降息的 因為 他現在再不講的話 欸等到說 欸 三月份要降息的 他就會就會 就會有點太突然啊 他覺得太快了 對 所以在12月份的 對 會議記要終於把這兩個字先 呃 跟市場講了 所以基本上 對吧 欸 要開始降息 當然他還是啊 2024年降息 對 當然 他還是這個比較保守 他保留啊什麼 進一步省息的可能性啊 哦 還是有 所以基本上 所以還是 還是音派跟歌派都有講 對 你可以說這個 手度講到這麼歌的事情對不對 這個音中待歌啊 歌中待音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啊 好 這個是昨天的一個消息嘛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往上面看一下 這個機率表 也就是說 今年 三月份的這個升息啊 這個 呃 目前市場上是很關注的嘛 之前在12月份的時候啊 這個股市比較熱啦 債市也比較熱的時候 升息至少降一碼的這個機率啊 在什麼 在12月的時候曾經來到93% 很高 基本就是差不多 笃定要降息了 對很高 但是最近的因為 就業數據啦 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欸這個美債也是 股市值率往上走了 欸 下滑啦 下滑到多少 65.7% 才65%喔 那現在變得 好像快變一半一半了 就是有降息 一碼機率蠻高的 可是不是肯定的事情喔 對 是應該的事情 不是肯定啊 對 所以有點下滑了 那為什麼這樣子 欸 近期的這個 比如說 失業救濟金啊 還有這個小飛農啊 你看這個 ADP就是小飛農嗎 ADP小飛農 這公布出來是優於預期啦 也就是說 就業市場好像有點熱啊 那聯準會來講 不希望就業市場太熱嘛 因為太熱來講 通膨就有可能起來 通膨起來的話 欸那降息就可能要延後啦 是 好 所以這個上次ADP公布出來 是比較高的 景氣太好 通膨就起來 對 那就不會降息了 是的 對 那今天晚上 對 今天晚上1月5號的這個 禮拜五晚上9點半 要公布美國12月份的失業率 還有12月份的飛農就業人口 這兩個數據啊 比這個小飛農更重要 所以 這個全球市場景丁啊 包含最近的台股美股 其實都是 都是什麼 呈現這個震盪量縮啦 還要等這些數據 對 這兩個 就9點15分 今天禮拜五晚上9點15分 失業率希望比之前散揚一點點 對 然後飛農就業數據17萬人 所以如果已經預測17萬人了 如果高一點點 對股市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 那代表就業市場真的是比較 有點熱 所以希望他低一點點 景氣現在不能太好 你的意思這個也沒錯嘛 對不對 陳老師你怎麼看這個經濟數據啊 對啊 因為最近聯準會會議 要出來以後 大家發現包吳沒有那麼割啦 那沒有那麼割的情況下 好像把大家的績效都可以割掉了 你以為我要講什麼割包 什麼絕對不是啦 沒有啊 沒有 不是你為什麼要講笑話 然後自己先破梗 噢自己破梗啊 對對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陳老師不能自己先笑 不能自己破梗玩自己笑 笑完以後沒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是不是 這是很大的失誤啊 很大的失誤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現階段 如果經濟數據還是很強就很麻煩 因為 降息的狀況可能要一直遞言 一直遞言 一直遞言這樣也不行啊 所以 我看一下 陰暖太強 什麼晃到地上 不晃 不晃會被撞到地上 不是 不是 不一樣 我的是會晃到地上 不要理他 好啦 就是不能經濟再講老師 他每次都嘴巴講而已啦 好 你要可憐一下 一然到40歲以後就靠一張嘴啊 好 好 真的 我不許你這樣說 不許我這樣說 對啊 還好 還好我39歲又48個月了 還好 最好是你這麼年輕 48個月 我也是啊 我39歲又100 39歲48個月這好笑 我39歲又120個月 這好笑這好笑 沒有40 沒有40 這好笑啊 還好 好 那Coco你現在是幾歲 你又19歲 對不對 19歲 然後呢 又1000多個月了 這老婆你了 19歲又240個月 這樣是幾歲 這39歲吧 太老了 我沒有 19歲 240 不啊 不重要啦 不重要不重要啦 好啦 不要鬧老師 對不起 差你話 我就說這個 找雙蟹來 我真的不用講話 對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有個好處 我顯出了你的氣質 對 就是好處 比較省力 他們要幫你打廣告 所以我也是對明哲感到委屈啊 對啊 對啊 因為 跟 夠了 欠脫我的顏值嘛 跟氣質 顏值 好 他們真的可以出一個節目 對 他們可以出一個節目 你們兩個可以出一個相聲 好不好 講講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美債殖利率 最近的這個ETF的表示 因為還是很多這個 這個 這個投資人在關注 對啊 是因為想握一下很多投資人在關注 對 點下去他受不了 對 因為以前是一直漲嘛 基本上你對不對 這個起床打開手機就是上漲 對啊 上漲上漲 但是最近有點這個 反跌啦 老師我問你啦 其實跟 就美債啊 請問一下就美債 這種漲法算正常嗎 算正常 因為他都 基本上都是趨勢盤 趨勢 啊這種跌算不算正常 也算正常 所以其實就正常波動 你不要想那麼多 對很正常 不要因為再一點點跌就受不了是不是 對 老師那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再噴出去 好 那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在這個期權市場 針對這個美債 有一些人好像在放空 哦 他是賭就業數據 對 賭就業數據就散去就對了是不是 對 所以最近的這個壓力比較大一點點 以這個這個美債20年的這個ETF 來到這個100元的這個股價上面 就往下壓一點點 壓回到月線 所以 這邊一路漲上來 對吧 沿著月線漲上來 那這邊來講 欸跌到月線以下 當然這個 在市的投資人是比較擔心的 這是月線 可是你覺得狀況期不用擔心 欸對 因為目前來講 老師你之前有講過 福利社也有講過 要確定降息的時候 因為像是 這樣尷尬是不知道要不要降息了 對 你本來說又確定要降息嗎 本來是大概九成要降息了 現在變六成五才要降息了 對 確定要降息的時候 還正式噴出的時候 對 那時候福利社有做到 這些這些 這些統計啊 過去的數據 現在尷尬是沒有啊 不知道我們要確定要降息了 這尷尬是點嘛對不對 對 老師有個美女 取得紅色的 那個 算了愛心嗎 怎麼樣 要cue你 快點 老師我想問啊 那這樣子美債ETF 現在是不是就是 買 可以買 你如果要拉回加碼 也可以 現在就可以買 現在就可以了 對啊 你說你這個月線 之前沒有買到的話 拉回到月線以下是可以買的 所以老師反正是跌破月線可以買 因為這是極有產品嘛 對 是無風險的投資產品啦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告訴你這些美債 來你順便看一下 台灣股市 老師台灣股市 開春紅盤以來 雖然是紅盤 每天都是黑盤 對 2024這個連跌四天 都是往下跌的 而且目前來講的話 還沒有看到一個 算是一個 上漲的一個表現 那目前啊 我認為值得慶慶的是說 這邊量能也是往下縮的 昨天2700多 今天2700多不到 來到這個2600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量縮 然後震盪往下跌 我認為目前也算正常 因為 這邊領跌的原因啊 都不是台股本身啊 都是什麼 都是美股嘛 對不對 美股這個創高拉回啦 或者說 蘋果被調降啦 基本上都不是台股的原因喔 所以 我認為這邊先跟著美股做反應 那其實台股近期 其實也比雅股抗跌啦 所以包含昨天算 也是喔 這個 這個陸股啊 港股啊 還有這個 日韓股市都跌了比台股要多 對不起 台股算相對抗跌 相對抗跌了 你不要覺得台股跌很慘喔 台灣股市算還好 對算還好 所以我認為這邊 你不用 過度悲觀 也不用自己嚇自己 好 所以不用過度悲觀 然後這是我們看一下 外資的手法 上位指數今天蠻強的 對 貴買今天先反彈喔 那 因為其實昨天來講的話 貴買算是跌的比大盤重 那今天先反彈 所以 也是差不多 那也是呈現量說 所以 我認為啊 下個禮拜的 這個週末就是什麼 就大選行情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 應該會有一些 撐盤的一些效應喔 好應該有撐盤效應喔 好那大盤 加權指數呢 對 加權的這個週K 那週K來講的話 我認為 對 因為11月12月 確實啊 真的是漲很多啦 從這邊開始 對不對 漲了 將近快2000點 上來這邊喔 所以這邊 我認為首週先休息一下 反應美股我認為 也不是壞事啦 拉回才有這個相對 你逢低在進場 或者說 你是空手要進場的一個機會 所以反而就像美債一樣 是讓大家適度可以加碼的時間點 對 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差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的一個買賣超 今天賣超是10而已 他是算多嗎 還好 我認為現在來講 外資算是這個現貨賣超力道 也沒有到太大 包含昨天也才賣這個30幾億啊 但是我認為這邊重點是誰啊 是投信啊 投信已經連續啊 我認為這個可能四五天的買超了 尤其這三天 台股這個下跌 其實投信都站在買方 是投信我可以這樣說嗎 有沒有可能政府在選舉前 最後誤盤 我覺得有 那另外一個是說 其實過去投信都蠻準的 我們XQ快速看一下好了 我們這個切大盤 然後下面放投信 這個是投信喔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起步的時候 對 在更早之前 對不對 更早之前 是誰在這個什麼 萬六 欸應該說這邊 欸萬六 好這邊 這邊 對不對 跌破萬六跌破萬六 然後呢 對他一直買喔 他一直買喔 買到10月底 台股是不是破底翻 是 漲了2000點上來 所以過去來講投信的這個動作 他都是縫高才減碼喔 算是很準的喔 對啊 對 那他這幾天 綠色 台股不是拉回嗎 這邊 對不對 那他在幹嘛 他在買超啊 對不對 再看一下遠遠遠的這邊 台股賣回 所以就買超 買超 放大 這邊圈起來 對 買超 所以只是連續買超 趁著台股這邊拉回的時候 所以 這三天就買超破百億 以投信來講 老師這個不只講過一次喔 他去年前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 12629的時候 投信在幹什麼 來看一下 12629 這邊 這邊 放大放大 也是買 你看 越跌越買 放大放大 這一段 老師12629的時候一直買 越跌越買 越跌越買 你看到這邊還在買 談到14000還在買 是啊 真的漲到15000了 已經賺了2500點了 才稍微一點點減碼 陳老師你覺得現在 投信的腳步 看投信比較 外資重要 他就講到一件事 謝謝老師 好 那這個期貨的空單呢 期貨 期貨空單 也有些縮手 也有縮手 也有縮手 陳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我補充一下 就是 最近這五天啊 八大光股行庫大買 這個高股息的ETF 你能念的出來高股息 0056008都買 那他買完以後 投信是不是要再進去買股票 是啊 補充一下 可是這個護盤 就是合法的手法 沒錯 所以其實 政府現在其實蠻會護盤的 對 我買高股息 我去跟高股息股票去 我直接股票 也不會覺得什麼 弊端啊 怎麼樣啊 我合法的護盤嘛 所以這個政府在選舉前 合法的護盤 這情況之下有利於股市 期貨空單也有縮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以外 是航運股啦 航運股 對 這個也是這個股民很關注的 那目前啊 以最新的這個新聞來講 在這個鴻海 對吧 這個 這個 武裝組織啊 派出了一個無人艇 而且上面是有炸藥的 這個是目前大家比較擔心的 因為之前被槍斃了10個嘛 對不對 被斃掉10個 現在就啊 那我用無人艇就好了 所以現在都無人機啊 無人機 無人艇 對 那目前來講是比較擔心這也壞啦 那當然這個 這個位置到底在哪裡啦 會不會影響這個貨櫃的這個商船啊 我認為這邊就是這個新聞要持續關注啊 對 那以目前的這個 上海的這個啊 這個運價 這個期貨指數啊 今天是有拉回 歐洲的期貨指數啊 歐洲運價指數 上海交易所 在上海交易所 歐洲運價指數 那你說 之前是很強 而且他算是有一個 這個領先的一個作用啊 對不對 對在這個航運股都沒有什麼動的時候 他突然一個 對吧 漲停期貨漲停板 那今天來講算是有些拉回 有些拉回 載一倍了 載兩倍了 老師 對 但是昨天有創新高 那他拉回啊 也對應到說今天 剛剛這個下午三點鐘 公佈的這個 SCFI啊 對 本週是上漲 7% 上週大漲嘛 40% 對 本週上漲7% 相對是收斂的 所以收斂來講這個 這個期貨指數也是先創高 老師你已經把剛才最新的 剛才 最新的 兩點的時候 兩三點的時候對不對 三點之後來公佈 SCFI運價 上週漲40% 對 現在漲多少 7% 好 很重點喔 是不是要做頭了喔 這很重要 甚至於最新的歐洲運價 因為他是一週一次嘛 可是你看喔 7%算不多 因為你看歐洲運價 這裡都長那麼多 對 如果用一週來看的話 週線來看的話 長那麼多 結果你看一下這件事 現在有點 老師說有點做頭肌下的 有點 航運股要注意一下是不是 因為之前一直有提醒 航運股的風險 對 可能適合 只適合打內袍的人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 現在看到航運股到底要怎麼報還是不報 給各位建議就看 持日線 也就是說在持日線之上 你可以續報 再給他期待一下 但是如果跌破持日線 持現失守的話 我認為就是 出場 因為基本上你這邊出場都賺錢 喔 所以了解 這個是不是好標的 就是看有沒有 十日線以上就要續報 十日線以上就要出場了 老師我問一下 Coco是十日線之上 還是十日線之下 要不要續報 我現在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不錯 奇怪喔 一個是續報 一個是帶出場 阿不是都要嗎 帶出場一定要做什麼事嗎 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沒有 不一定要做什麼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 你這種都是都要啊 喔 因為不上不下都可以 OK 續報 OK 帶出場 也很OK 對啊 對不對 可是帶出場不一定要做什麼壞事啊 沒有 我沒有說要做壞事啊 我的意思是說 都還是要Coco的 對 這是結論 所以他結論是不上不下 好不好 Coco你這樣也是很開心喔 很開心啊 因為都有我啊 好不好 好啊 老師來看一下 好 那以十字線來講 其實這幾檔熱門股 目前都在十字線之上 所以目前來講是不用擔心的 那當然下個禮拜一回來的這個 開盤啊 反應運價啦 你就可以去關注一下十字線 那我們一樣快速跟大家 帶幾檔給大家看 好 第一檔長榮 好 這一條就是十字線喔 你會發現說 哇 台股應該說 長榮的股價在十字線 算是維持的很好啦 所以在昨天有來到一個16 那今天來講也算是有一個 這個資金避風港的一個效應啦 在電子股還沒有回來之前 對吧 今天還是維持在平盤之上是上漲的 那目前 對 就看這個十字線 那他的當充率比較高一點點 以長榮來講 我看了 從這個期上來開始 基本上平均啊 當充率都會五成 五成 所以有點回到以前海海玩的感覺 以前海海玩的 動成五成 六成以上 七成 就是每兩張就有一張是為了當充目的 那當充目的就是說 他當天就會粗掉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這個成交量跟當充率 就這些人不是真的愛 藏龍也不是真的看好藏龍的長期的運價 我看昨天最新54% 對超過5% 可能就是剛好有看到 我們福利市有看老師的解盤 我覺得這種都要打帶跑 打帶跑 注意一下打帶跑 可是至少打帶跑怎麼看 除了看當充率以外 老師還看什麼十日線之上 十日線那個續爆 續爆沒關係 可是等到不行的時候 歐洲運價也跌了 十日線也不行了 然後歐洲運價也要看一下嘛 剛才那個 也要看最新報價嘛 叫歐線 期貨的運價 他是每天的 每天都有的好不好 你們看一下 好 那這個Google也可以相當地搜尋一下 長榮老師能解釋一下股票 好 在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陽明 那陽明來講的話算是也是 還蠻強的 跟這個長榮差不多 那你目前陽明啊 我認為算是這個股價算是 也是維持蠻好 因為他之前啊 曾經那個聯武黑啊 但聯武黑他的這個十日線也是這個 這個嘛 失而復得 所以目前來講一樣 他當充率是比較高 你看他昨天啊 一度來到57% 這個快逼近6成了 所以 目前的這個當充率 也就是說 大部分市場 對不對 有10張就有什麼 6張是打帶跑行的 所以 我認為這邊也是一樣 你這個 之前買的 基本上在那邊都賺錢嘛 那如果 跌破十日線 那可能就要先出一趟 好 跌破十日線 所以出一趟 老師他什麼股票 再一檔股票 散裝了 我們來幫大家看一下 會養ky 吃這個也會養 吃那個也會養 對 這樣明哲老師就吃海鮮會養 欸不錯喔 就周惠明 周惠明 欸 那會養剛好會找你來 會養 會養 周惠明去找周惠養 欸 可以可以可以 這時候好不好 我可以 你可以 來 好 那今天會養的這個股價來到 一度來到56塊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散裝 對吧 大家可能要關注一下 後面的這個BDI的走勢 有沒有這個貨櫃運價要強喔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今天股價算是有先看到一個 近期的一個高點 那當然這個當充率也算是偏高啦 也是有4成以上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目前都是守在 十日線之上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目前都是守在 十日線以上 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不好 注意一下好不好 老師都 預告在前面喔 好不好 所以用十日線來告訴你 資產股票到底要好不好 然後Coco呢 就是什麼 不上 不下 老師請入座 請入座 他這樣講你都不會生氣 不會難過 欸那你希望十日均線之下嗎 他說你帶你出 這就是出場啦 當然是上喔 他上他比較喜歡抱抱 愛的抱抱 好不好 Eason老師的line來 小老鼠 M168 168 你不能這樣子對Eason老師那麼明顯 好等一下對明哲也要好一下 好 好不好OK 明哲你再努力一下 努力什麼 有一天說不定他覺得 續抱嗎 對 我懷抱 溫暖的懷抱 溫暖懷抱 還要我今天夠暖了 欸你怎麼會直接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人帥真好 人醜性騷擾 你看我連抱都不敢抱 然後改天我穿短裙再說 是從他不吃豬肉以後 對不對 現在又 你這個沒有了啦 沒得抱 欸 豬肉你攻擊比較猛 買個中環要買不能吃的你看 對啊他都不問你喔 他都沒問題買收喔 我跟你講 欸 他都問你意思要吃什麼 他有問 他有問 而且他但是他 然後看完他回答 他們忽略我的回答 你也知道 因為他有給我看訊息 你看你看你看 我都有講欸 我說蝦蟹不能吃 他說蝦蟹可以嗎 我說蝦蟹可以嗎 我說蝦蟹可以 然後蝦他們就來了 對 所以照道理他期望的是 一晚週裡面只有蝦蟹 結果沒有 一樣是蝦蟹 欸 沒關係 這樣你懂了 好明顯喔 他問Eason Eason特別喜歡吃什麼 唉 你要跟他不夠熟 Eason哥 你要同台的時候可以嗎 你說你喜歡吃肯德基 謝謝 謝謝 我喜歡吃牛排 牛排也可以 而且要吃牛排 等一下他說他喜歡吃什麼 教父牛排 對啊 我們一起煮菜啊 要教父 一起做飯 是 炒飯 不是 煎肉 那你要穿圍裙 圍裙 好夠夠夠 夠了 來看一下 歡迎來看一下 下一位單元熱門我最貼 M31跟藍天 好 6643M31也是我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個推薦的股票之一喔 因為我講了 他本週就是要正式出關 所以連續四天的出關啊 也看到說 哇 他是這個逆勢抗跌了 因為很多股票是往下跌或月線的 他反而 往上走 而且越走越高 包含今天也是受到一個 今天的這個最高點喔 也是近期新高 那我認為他還是 是來做這個補漲的一個動能 因為 過去來講這個四星KR創新高嘛 那M31因為他被處置啊 這個公司就延後 不過他現在已經正式出關了 所以 連續四天走陽 我認為下個禮拜還有機會再往上走喔 所以 有機會來挑戰說他之前的這個 歷史高點 1195甚至更高的一個位置 好那藍天呢 藍天呢 好第二檔這個AIPC 其實過去來講都很熱嘛 我們來看一下2353的這個紅機啦 對 你會看到說他之前股價創新高 但是 近期創高拉回 這也是我們跟大家過去在怎麼提醒的 就是說 逢高你要懂得賣 因為跟月線的規律真的是比較大 那規律看一下齁 對 沒有錯這個規律很大 那另外一個2357的這個華碩 其實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了哇連日跌 所以你高檔沒賣 其實你就會損失一些 這個獲利的幅度喔 那 回到藍天 那藍天他是這種 所謂的中低機器 也就是說 同樣一個族群 對吧 有做PC有做NB的 你看 資金就從這個華碩 紅機輪動到這個藍天上面 那藍天其實前三季的這個賺的EPS 其實也不輸紅機喔 前三季他賺了1.46塊 那其實紅機前三季賺了1.3塊 那你看紅機都漲到多少了 漲到50幾塊了 那你會發現說那個藍天啊 算是不是低機器 那當然 來講他就有這個補漲的這個小巷空間了 所以目前資金是有看到 在這個藍天上面了 所以下禮拜可以持續觀察 藍天 希望買了以後看到藍天白雲 哇好幸福的感覺 第一季期的股票 好不好 好 明哲老師來了 開你的秀喔 藍業達回去 那首先 藍業達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之前因為 轉型成IP股的一個走勢嘛 你可以看到 連續兩根漲停之後 然後出現爆大量的一個打開 那最近其實看起來是都在 去做這種所謂的賣壓的一個消化 但大家其實可以發現 他的股價其實並沒有大幅度的回測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其實都在爆大量的那一根 黑黑的範圍裡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有點在消化當天的一個賣壓 消化完畢之後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個 持續往上攻擊的機會 畢竟你從這一波的一個行情來看的話 他的一個回檔其實是 連月均線都沒有做跌破 這個在技術面當中 我想表現算是持續強勢的 因此大家也可以留意他 後續股價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的一檔個股呢 則是3032的一個偽訊 那偽訊他最主要做的是 這個電源供應器跟這個機殼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他在前兩天的時候 才剛召開了法說會 那根據法說會的一個 公司談到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他們在去年字節的一個營收 應該是在81.5億 那到11月份的時候是74.59億 換句話說 他12月份的一個營收應該落在6.9億附近 那6.9億代表的是 創下2022年6月份以來的單月新高 所以在營收的表現上面 他的表現算是非常的一個強勢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因為就今年的一個展望的一個狀況呢 公司談到說包括了伺服器 因為伺服器是他毛利率最高的一個組合 毛利率有到35% 那以及車用的部分 其實都會出現一個顯著的成長 去年81.5億 今年公司的目標是能夠來到100億 換句話說就是營收還要成長25% 那法人士預估他的EPS 其實可以來到大概5塊半左右 說真的其實以70塊出頭的個股來看 他的本益比其實並不算是特別高 那昨天出現了一個 帶長上引線的一個黑K棒 今天是紅K棒幾乎把這根黑K 全部都做吞噬 所以代表就是他有換手成功 再攻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認為後續大家也可以留意 他股價的一個發展 好 換手再攻的這檔股票 偽訊喔 偽訊不遜喔 偽訊一點都不遜喔 接下來陳昱老師 愛哺跟利基殿 對你III鋪完 謝謝 本來我要再做一次這個梗 可是我爸被主持人唸 老梗對你III鋪完這種梗 我先把你用掉 對 那我再用就沒有那麼突兀了 就不要再用了 不會 對你III鋪完這種梗 不要一直用 不要一直用 不要再PO在臉書 好 我再跟你講一個重點 我還斷好 我還說這個真有梗 我想說學我 可是不能一直在臉書上一直丹它 是是是 好的梗大家一起用 但是 到時候 到時候古怪要拍到短片裡面 又再講愛哺 然後再繼續跳 再繼續跳這個舞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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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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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只跳一次 對啊 不會只跳一次 好不好 那我覺得今天要講愛哺 我覺得有一個 IIII鋪完 對你看 三次了 四不過三 至少要跳五次 對你III鋪完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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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來繼續 注意 注意看一下艾普這個股票 實際上我覺得有一個訊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他不是入股那個 萊傑嗎 5億嗎 佔9.56 我覺得這個很棒 為什麼 艾普嗎 萊傑 就是變得很好的一個整合 好 不好意思 不好笑 真的不好笑 不好笑 還不如對你IIII 不完 萊傑 好不好 對啊 艾普 我們認真講 因為 萊傑是HPC 這個 這個電源管理 那有了艾普的一個技術 我覺得這個整合其實是很棒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在艾普的部分 艾普做什麼 老師要講一下 一直整合記憶體 尤其是 3D高階封裝 測試的部分 3D高階封裝 未來我們在講AI的部分 記憶體的高階封裝 整合3D的封裝 我們以前有聊過 那這個部分 英文名字叫做什麼 VHM 那我覺得最強的還有一個 他核心的業務 叫做PSRAM PSRAM這個部分 現在外資已經預估說 2023年到2025年的 復合成長率是43% 2025到2028復合成長率50%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 艾普的股價整理過 又重新突破 前面盤整區的一個高點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出發的一個時間 兩年多來新高 對 我覺得這個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可是還沒有看到什麼 營收什麼大爆發 但我剛才講的這個 在今年 會整個爆發出來 而且AI上比 好像有機會 持續的上升 公司說的超過50% 區間整理平台 要是畫一下 所以你覺得這些 區間整理平台 你覺得 幾乎現行的 續爆 下一檔股票 那這一檔 我覺得特別 接下來當然 也跟艾普有關 就是他的大股東 立基電 你也喜歡還董 今天 相信還董 年底就懂 前年相信還董的人 那是K董 但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是還董 黃董 相信黃董年底會懂 你就懂為什麼了對不對 就懂為什麼就懂 為什麼賠錢了 因為上市以來就是賠 你這樣講我怎麼接呢 真的 後來那環董 換別人 換變環蟲人的 是是是 實際上 環蟲人變環能勳的 環能勳就有幫大家 環蟲人 環蟲人不行啊 立即店員幫大家賺到錢 那基本上 你特別去關注 今天因為這個報的量太大 13萬張 可是你幫我 很快很快先說說說說說 然後再很快很快把它拉開拉開 這個叫伸縮自如 你看他都慢了 這就不是伸縮自如 剛才在縮小的過程中 大家應該有看到 過去從來沒有那麼過大的量 但這個量 真的沒有耶 真的沒有 為什麼今天那麼大量啊 好 那你注意看喔 這個量是 兩年以來 修正 2022年是跌 2023年是盤整 然後突然爆出這麼大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底部爆 異常異常異常的大量 這個我常講 底部爆異常大量 這個很可怕 那誰會買 誰沒事會買 我特別查了一下 千張以上的大戶 既然這兩個月是一直在增加 可是沒有什麼法人看好 而且重點是第三季還虧損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買 這些人是 腦袋有問題嗎 絕對不是 是很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講錯 沒有沒有問題 大人在買 你知道什麼大人 為什麼大人在買 你看喔 這大戶在買大人 這些大人在買 大人哥 大人哥今天沒來啊 不是你看大人以後怎麼樣 量出來了 就是大人有大量啊 我的肯逼好 這個太好了 大人有大量 那當然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關鍵啊 就是在 以後這個梗一定不要拿去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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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是我先用的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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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會註明 會出處來源 大人有進去了 我會寫出 這股票大人有大量 我會寫 大人有大量 梗的來源 以後一定會被你模仿 他會寫來源了 對對我現在會寫來源 不要擔心啦 好擷取喔 那ok那ok 因為他每次帶來留言說 這個北施都用人家的梗這樣子 他都我只要用他的梗他就留言 用他的梗他就留言 愛不玩我沒有 對對好 那我這裡面特別強調一個 最近不是CES展嗎 大家不是都發現說 好像車用的應用特別的多 那因為車用晶片的這個 佔他的比重 他說會從8%拉到30% 這個成長力道很強 所以連外資都看好 開始加碼 拉高他的目標價 我覺得是不是這個 訊息一出來 整個蜂擁而入的買盤 我覺得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剛好 立愛 立愛 對 立基電跟愛 好的 好不好 而且今天傳出三星搶單 砍單幅度很大 結果在這邊底部爆量 好詭異 可是底部能爆那麼大量 老師我非常認同你這句話 是 你今天講的大概100句幹話 都不重要 這句話 好不好 有100句嗎 應該才98句而已吧 大人有大量講得真好 大人有大量 這句話是參考我的是不是 真的不錯 我講大人有大量 你有學起來喔 真的 要學起來 我要講這句話是講最好的 可是那句話是模仿我的 所以 好啦 講笑話 老師我們來看下個階段 來 陳燕老師的line 來介紹嗎 看一下 GP520 財經博士 教大畢業的看不太出來 能不肯貌相 所以我可以來加肉鬆 還是可以 可是你要吃一下 有什麼 有肉絲喔 我怎麼沒有 我等很久啊 都被他拿走了 對啊 你的肉鬆嗎 你的肉鬆嗎 我的肉沒有鬆 好啦好啦不要理他啦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登登登 好現在要 現在要換一個肉比較緊實 現在要離老師遠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對我過敏 沒有啊 沒有嗎 對對對過敏 過敏了到底有沒有 還是離開好了 還是離開 對對對 如果你要不要講話啊 你說如果 因為你會讓我過敏的話 就讓我過敏吧 因為你會讓我過敏的話 那你還是離開吧 不要再擋住我們了 好再給 拜拜 你現在開始不甩他了 什麼東西 不是因為我知道一件事 這個有時候 人家也不要你了 你就不要 不然就帥氣的把他甩掉 舔狗舔到最後一無所有 對不對 何必當舔狗 反正都沒有 反正都沒有 真的不錯 因為他舔過頭 他不要舔了 對啊 豬肉 肉鬆 肉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加肉鬆好不好吃 對啊 好像好一點 所以一位是不是比較喜歡 陳彥這種 一定是 一定是 因為我看 我跟你講 你去哪裡找 有顏值 有智慧 重點還會打錢 他喜歡你這種還算幽默的 然後還會接梗 因為我知道一位 我知道一位比較喜歡 比較幽默 大人有大量 你看這個梗想得多好 對不對 喜歡幽默的 幽默的 被搶走了 幽默的 來來來 真的是我覺得真的很恐怖啊 就一個 一個話講三次 就好像真的被他拿走 對對對 講一次不相信 講兩次講三次都被他 愛譜都這樣 三人成虎 真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CES展賽 下個禮拜二的開幕 所以概念股在這個時候 就有先行表態的機會 包括了插頓 然後插答 以及這個插錯 都是可以留意的方向 滿明顯的吧 蠻明顯的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會講 不知道就被阿達了 對對對 不過講到這個東西 講到這個東西 當然其實CES展是每年 放在1月份 它其實就代表當年度 到底科技會流行 什麼樣的東西 而且有非常多人去參展 在這一次的這個1月9號到1月12號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根據官網資料顯示 要吸引超過13萬人參法 而且會有4000家的科技廠商參展 你知道上次謝程遠老師 就是因為CES展的時候 他特地去美國拉斯維加斯 他去賭博吧 去那邊賭博 他去賭博嘛 有CES展 為什麼要搬到拉斯維加斯 你知道了嗎 我們可以光明正大 名正言順的到拉斯維加斯 下次叫他搬到澳門就好啦 對不對 美國的產地比較大 澳門也蠻多展覽的 這個我是不太熟啦 我只熟那個什麼 線上最大賭場 上線啦 對不起 這個有點冷 這個有點冷 對不起 懂的都懂 懂的都懂 要想出大人有帶量這種梗 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 你不要一直想說 對不起 所以這次這個CES展當中 有四大亮點 包括了AIPC 市場預期會推出 AIPC的新品 帶動這個幻基草 為什麼講話有點逼小 然後呢 電動車跟車用相關 各大車廠要展示 全新的電動車型跟關鍵技術 台灣的MIH聯盟也將展示新概念股 鴻海的電動車 鴻海的電動車聯盟 對 然後這個新概念車這個 錯字是新舊的新 對 新舊的新的 鴻海一直說是鴻海速度 我要讓大家知道鴻海速度 感覺鴻海速度沒有很快啊 對沒有很快餒 對股價都不會動餒 鴻海董事長要加油啊 那個郭台銘董事長都已經 退休了 對 然後就是為了競選嘛 競選完以後對不對 然後 也沒有選啊 最後也沒有選啊 去年從四年前開始嘛 本來要選 後來沒有選到嘛 國民黨沒提名嘛 後來這次又選了 選了以後又退 又退出 又說不選了 這次又說要選了 又退選了 欸 結果 鴻海速度還是沒有 你看現在鴻海的現場是能看嗎 沒動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股價要加油啊 應該是董事長的關係 董事長對不對 為什麼 你要好好講話 因為他 他要取他名字的笑話 你打受被人家罵一下 沒有啊 我說都是董 我說因為董事長官 我只有講這樣而已啊 好 劉董事長 名字你自己查一下好不好 就這樣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要加油啦 加油 好老師我們先看一下 CES長要什麼 對那包括元宇宙 蘋果第一個VR產品 Vision Pro 在今年會上市 那預期將重新引起 引起市場的關注 那以及包括像是智慧醫療 他結合AI技術 跟穿戴式裝置等醫療制 這個智慧醫療 預期本次的CES展 會有更多應用來做發表 有機會 不錯 今天CES展 好像就是說疫情後 最大的一個展 對沒錯 之前疫情 好像停辦了不少 停辦一段時間 停辦一段時間 老師我們先看一下 來 那CES展還有什麼東西老師 當然其實包括AIPC 像是 這個國內的AA 鴻基華碩 那另外包括維新 其實也都會有一些新品來做發表 那智慧座倉 我覺得稍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影片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來看影片 現在來看一下 來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這個是今年最令我驚艷的地方 來 今年才4天而言 你要驚艷多少 今年最驚艷 對4天 你看喔 A柱到A柱喔 而且這個感覺沒什麼了不起 這個是都面板嗎 都面板 全部都是面板 對 而且他那個副架可以防虧喔 那他這有皮椅嗎 有沒有皮椅我不知道 皮椅要加價 加下去便宜 要加價要加價 對對對 那有SPOR嗎 那你看喔 SPOR 他是做面板 他不是做車子 對啊 他剛才講加價的事 我問一下 好 那剛剛其實看到後座娛樂 我們再放 你看這個重點 這個重點 這個叫做互動式的這個透明玻璃 不錯耶 像陳映老師如果在後面他要車陣的話 他順便看一些影片 上面說請勿打擾 請勿打擾 你要看別的影片嗎 而且這個可以觸控喔 對 就是你如果有什麼功能 你按下去 他還是會有事情 對有些動作要再來一次 對對對對對 就你如果在看什麼影片 你要回放 你就可以用按的 所以這次是我看到最 我覺得最驚豔的 所以他拿到 拿到那個CES最佳創新獎 我跟你講如果電動車裡面是這種的話 我就想換 立刻換 或者電動車外面 外面顏色可以換的話 我就想換 換其他電動車什麼東西 就是電動車 那你以後在車上辦公就好 對啊 對 對 在車上就可以辦公了 那你在車上辦事就好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還不錯 所以這些智慧桌艙看起來是真的 等一下有 等一下你看一下 好漂亮喔 你看 都有拍 把影片然後截圖 對啊 這些都不錯 這個可以觸控喔 然後而且 對 他就可以開什麼線上會議都可以去支持 他就是概念還是說會量產 就是看廠商要不要應用啊 但是我覺得用的機會很大 對 就像以前折疊手機折疊手機 你看像三星每一款都折疊手機啦 對啊 逐漸量產 就像你比如說 iX 這個 元泰啊 元泰啊 之前益智老師也 也蠻喜歡這張股票 前陣子也蠻強的 那其實以後會不會這個外殼啊 外膜啊 變適合 我也想買啊 這樣才炫啦 好不好 你看男生看到車子都很興奮 益智老師有沒有興奮 這邊 很適合在車裡面辦公辦事 對 他要F的 辦公室 他要support的啦 他追求速度 因為他已經兩台車了 他想說再一台不就三台 他一台車都很標的喔 他怎麼處理啊 你不要看Eason老師 而且那兩台都加S的 你不要看Eason老師講話是 對 都S的喔 對啊 這兩台車對我車很小 對啊 他都S喔 Eason就一直要想說 那到底可不可以 這種透明車窗到底可以貼那個 那個 隔熱紙 貼個熱紙 對不然在裡面幹嘛會被人家看到啊 對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貼 應該可以吧 好不好 這個蠻重要的 對啊這個不知道 追求速度與激情 男生才看到車子就興奮 你辦事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桌用保護螢幕就好 這一段其實女生會聽不懂 而且通常女生其實 對車子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我們不要再聊了 好 來 很多女生其實車子能坐就好了 就我所知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也是啦 你也是喔 對我也是 我只比較在意附駕有沒有人 然後現在都沒有人 有啦有啦 右手 右手 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友達的股價 開始有先做反應喔 你看 他的股價其實是突破 短期上面的一個新高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面板雙虎 其實最主要就是受到 電視面板到底賣得好不好的影響 但說真的喔 其實現在友達這個 電視面板佔營收的比重 其實已經非常低了 去年第二季的時候是19% 那第三季是要22% 其實都在兩層附近去做 上下的一個遊走 那現在做什麼呢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智慧多昌 那包括公共顯示器跟醫療工業用 然後垂直整合的喔 這個因為他有能源的業務 事實上佔他營收的比重 大概大概有四成左右的一個水準 所以當然你有往智慧多昌去做發展 然後未來毛利率拉高之後 其實對於股價的評價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好 那除了這個友達之外 所以友達現行我覺得很漂亮 對 友達跟群創幹都很漂亮 對都很漂亮 你覺得這是長真還是長假的 我覺得應該是長真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往那個 落後沒有漲到去漲 你看剛剛陳寅哥談到那個利基電 他其實也是很久沒有動了 對啊 大人有大量嗎 或許 這也有大量喔 讓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大人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有沒有大人 2409有大量嗎對不對 也有大人耶 大人有大量嗎 大人有大量嗎 幹嘛 會不會下個禮拜 現在全台灣都在講大量 大量 大人進來了 就有大量了 欸海巡署在關注我們 對對對對對 剛剛海巡署 欸 還有護我那個 海巡署的廣告 夠了夠了夠了 不要轉那麼遠 欸真的大量 欸這近期新大量 我們來看一下 拉遠一點點 喔真的欸 對啊 這近期的一個新大量嗎 這邊 欸那個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可是這邊開始就有大人啊 對對對 而且股價沒有破啊 是啊 對啊所以那個是有效的啊 哇大人有大量 哇好特別的啊 所以老師 啊美女有問題喔 老師你覺得這個展的話 是短短線看好 還是說長線也可以 因為我覺得長線應該算不錯啊 我跟你講他跟你講話 他就沒有那種感情這樣 他沒有那個機器 真的嗎有那麼明顯嗎 他就是很敷衍的問題 假設他是Eason老師的 他在上面 你講一下來 那就要換個牌 要不然你看著Eason老師問啊 愛心喔愛心 好 老師你覺得 老師你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 你還真的看Eason喔 可以講愛情 Eason給我穿帥 愛情是勉強不來的 愛情是勉強不來的 老師你覺得這個展覽 是短線的還是長線的 很侮辱你耶 對啊 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印一個Eason的面具給我 下次啦 下次啦 我帶一個Eason的面具 對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CS展就是每年年初 他會告訴你說 今年會往哪個 你還知道他問題是什麼 當然啊 Coco講的話我都有放在心上 但我講說我不吃蝦 他們都沒有放在心上啊 對對對 對啊 沒關係啊說不定有人貼 Coco回心轉譯 好不好 等他老Coco的時候 老Coco的時候 點Coco的空姐 對對對 要貼毅力氣 沒有業配喔 沒有業配喔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會是一個長期的效應 有做講人笑話的時候 點笑話 再講下去就 就像有些人就是 多了 愛否愛不完 對你愛不完 我就覺得說 你做那個就真的多了 多了對不對 來 模仿一下 所以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中長性的題材 蛤 有答案中長性的題材 對 嗯 我覺得我就是線型蠻漂亮的 線型蠻漂亮的 因為他到現在還沒有賺錢 真的賺錢 你有打你要 在沒有賺錢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盡量買 對 賺錢的時候怎麼樣 要落跑 他他賺錢之後就是 對 高點了 對 因為賺很多的時候 越賺很多 越賺很多 就本益比超低的時候 就很恐怖了 因為奇怪 要賺10塊錢怎麼才30塊 這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注意一下 來華碩 對那華碩的部分 那其實最近 這幾天其實都是黑EK去做拉回 但是 這個昨天的尾牙也談到了 接下來是 那個華碩開始要 攻擊的時候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華碩產品線是很多 就是很多元 包括從超級電腦 然後一路向下延伸到所有的終端裝置 筆電啊 手機其實都有做布局 所以 接下來所有的裝置 都會全面跟AI來做搭配 那所以他們也要把 原本AI的人才 從百人團隊 擴充到千人團隊 所以你看這一波的一個股價 其實回來 大概也就是回到月線附近 其實並沒有做跌破 所以講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也是屬於強勢的一個格局 好謝謝老師 還有老師今天還多一些股票 那AIP算什麼 還有AI手機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對 那AI這個AI手機 對不起 你講話 很不像名則 對今天很卡 因為今天只有吃兩個那個 車輪餅 對那AI手機的部分 其實三星會在這個 1月18號凌晨2點 發表最新的旗艦機 叫Galaxy的S24 那 我去我媽媽講 我喝的奶粉是S26 所以再過兩代我要去買 難怪你講那麼好 對啊 不知道 S26的奶粉 所以到時候 到時候那個 S26就聯名手機嘛 三星跟那個奶粉 做代言 然後聯名手機啊 知道他剛才為什麼突然要笑出來 因為他 自己的梗想他覺得很好笑 可是還沒講出來 好的不學 我跟你講不要這樣子 好的不學 不要梗還沒講先笑 比我還糟糕 我是耿講嘛 沒人笑自己笑 你是還沒講就先笑 我們要先在腦中 S26我覺得這不錯 你在講聯名手機 還不錯吧 你直接講說以後聽說 S24再過兩代 要出一個聯名手機 什麼聯名手機 這個你有聽過 S26奶粉 我小時候就喝這個 是這樣子比較好 不好意思 好 所以這個是三星第一款的AI手機 那市場是預估這個 S24 S24 Plus 很可能會動漲 分別維持799跟999美元 但是因為接下來的手機 他其實都有AI功能 說真的 其實這個飼料機構 也認為說這個 所謂的低價手機的那種的 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 未來可能你要買那種 比較便宜的手機可能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當然今天 你看華碩就知道了 華碩以前不是手機都五六千元嗎 現在華碩你看 有人在買這個嗎 對 因為 現在大家拿手機 不是為了要打電話啊 對未來要比的是什麼 比的不是說 我的鏡頭有多少 對不對 我的那個機殼有多輕 我的處理器有多強 未來是比的是你的AI功能有什麼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 未來的一個主要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ounterpoint 就是一家飼料機構 認為到2027年底 內建深層式的AI智慧型手機 出貨會超過十億隻 一年手機出貨也不就十幾億隻而已 所以代表就是說 未來有大概七成以上的一個手機 他全部都具備有AI的一個功能 累積啦 他這個感覺是累積啦 到2027年齁 可能這一段時間都有C 基本上你這個時候 你只要再換手機 大概都跟AI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快速看一下 那最強的是神盾 為什麼 好那神盾當然其實有集團的一個效益 而且他除了原本的這個指紋 從年底做到現在 對指紋IC之外 那今年也開始有供應這個 VC-SELL的這個產品給三星 那包括了微軟 他其實也帶動指紋辨識 VC-SELL是什麼東西 就類似這個臉部辨識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包括 臉部辨識又指紋辨識 以前大家神盾聽到是指紋辨識而已 沒錯 那另外包括這個微軟 也帶動這個指紋辨識結合MCU 那他目前其實在這個全 全球前十大的PC廠 他也打入四家的一個大廠 而且除了手機的產品之外 包括了車用的產品 包括現代 我也覺得車子應該以後直接用臉看就好了 對啊 任主人不覺得很開心 現在有些用指紋的啦 對啊 指紋的也有 有些比較少啊那些 對 我是沒有買那麼貴 那可能要問Eason Eason有些有指紋的嗎 應該是中國比較多吧 用臉如果被瑕疵怎麼辦 對齁 對齁 可是我想過啊 你在家裡也是很多用臉啊 你用指紋 你用指紋他把你手指也剁掉 對啊 算了啦 沒有想過 手準備拿下去按耶 那你在 也不過就是車子嘛 很多像很像 這下也是用指紋啊 你在電梯 被人家夾持也是 也是會這樣子啊 對啊 可是沒辦法都有 不過就是便利性啊 對他相對來講會比較方便 對啊就是我啊 就不用一直帶 對啊就不用帶鑰匙 對啊不像陳彥老師 手機拿出來 鑰匙拿出來 哇炫耀要開什麼車 沒有沒有 我要開車的時候 我是要把鞋子脫掉 襪子脫掉 用我的腳拇指去開啟動 因為指紋辨識 我怕被人家發脾 你不是因為他十根手手被剁掉了 對 所以我覺得腳的 腳的拇指 好好好 這好笑 怎麼又出來了 一隻喔 幻覺喔 扯遠的 然後神盾怎麼看 結論 所以你看到神盾今天的股價 其實是創下波段新高 那因為整個集團 其實股價都有 同步往上走的那個現象 所以我是說短線上面 他的股價其實還是維持強勢 那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沿著這個五日均線 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其實都還是屬於多方的價格 好 謝謝老師 今天你看在歡笑之中 大家學到好多東西 好多股票 好多股票 所以你看拿我們這個頻道 這麼專業的 借佳老師的line 想要數目 MONEY1899 或者是直接點我們標題 就有連結了 如果你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節目影片等下結束過後 還有放什麼 抽獎的 抽獎的 抽獎名單的 好不好 記得看一下 然後看你有沒有中那個 那個理財力 發財力 所以我們每週一到每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張解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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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恭喜大家發財力全數抽完了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中獎的名單有誰 這都是全部的囉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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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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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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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有看到你的照片呢 還有你的名字的話呢 你可以截圖下來 然後證明你是這個帳號的持有人 私訊福利社的Light 8 小老鼠683QJERR 並且呢留言 我中獎了 就會有填寫連結給你 那在連結當中呢 你要回覆帳號的截圖 姓名電話跟收件地址 我們就會將發財力寄給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來截圖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電腦版的話呢 你們在右上角的部分 點選你的大頭罩 截圖這個紅色框框給我們就可以了 那手機版的部分呢 在右下角喔 點選之後呢 會出現這個畫面 傳送來給我們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的放大版在哪裡的話 FB上面都會有每一張中獎的名單 大家可以呢看看自己有沒有中獎 那恭喜大家囉 大局大力多 哇讚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